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确实 其实漏掉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 所以这集呢 是对前两集的一个补充 因为本来那个电影 我们已经在几个星期之前就跟大家分享过了 漏掉了一个什么很关键的细节 就是影片里的一开始 小男孩跟父亲之间的交往 父亲给考热狗 然后看星星 结果小男孩在逗一只兔子 那是一只类似野兔的兔子 因为是个黑色的或者灰色的 而在影片最后的结束的时候 男孩跟女孩跟着外星人走了 每个人手里面抱着一只白色的兔子 其实这是让我缺失掉 就是说 遗失掉一个电影中非常关键的暗语 兔子在宗教信仰中 在西方的信仰中 是复活节 Easter Day的一个关键的标志 特别是白色兔的 那如果你去查的话 你会发觉 作为白兔 家兔 引入到复活节当中 是在民间文化中 没有任何 我查了很多 没有任何一个明确的解释 是随着时间的流失出现 出现在复活节当中的 而复活节本身我们知道 是指这个基督耶稣的被害之后 三天之后的复活 神的复活 那这影片里当渗入到这样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就大家能意识到 那神秘代码里面包含着 圣经启示录当中的很多的预言 包含着在西方信仰中的 宗教当中的一些内容 但它的结论又落在了 外星人身上 可是呢 落在外星人身上 又带着白兔子走 带着复活的概念存在 带着重生的概念 带着人是有机会的概念 对吧 可是作为男主角的父亲 是一个牧师 这是我们知道 跟复活节 跟兔子是连在一起的人中的宗教信仰 可是他却死去了 那男主角跟自己的父亲 最后言归于好 就是在末日来临前的半秒钟 这就非常有趣 就是说在我的理解当中 编剧 原著和导演 对有关人的未来的概念 是一种非常迷茫的概念 他既相信流传下来的 预言的说法 宗教的说法 他同时又质疑 他真的能够成吗 他又质疑 现在宗教的一切 所表现出来的 对他的一种影响 他不确定 在不确定的背景之下 又在科学的幻想当中的 现实中的影响中 却把他归为外星人 所以这是一个 在我的理解当中 这是一个很对立的 后来在兔子本身是指 在复活节当中 一开始人们说的是野兔 后来转为家兔 但是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志 那兔子却进入到 复活节当中 进入到犹太人的信仰 而复活节的存在 最早日期的确定 却跟犹太人的 逾越节是一天 只是到后来 到了罗马皇帝 大概公元后三百多年 那个时候 才把复活节 从原来的犹太人的 这个逾越节的同一天 给他改了 中间是有这样的变化 是有着 也就是基督教和基督教当中 所讲的复活节 天主教当中所讲的复活节 跟犹太人原始的 留下来的原始的概念 是有了区别了 分离开了 可是复活节本身 在最早时 又跟犹太人直接相关 跟逾越节是同一天 而逾越节 讲的是当年摩西 带领这个犹太人 走出埃及的时候 在之前 埃及的皇帝 国王不相信犹太人的神 神的力量 所以那是 越节纪念的是 羊血的故事 一夜之间 杀掉了埃及 所有 投胎生的 投胎 胎生的所有 投胎 包括人 展现出 犹太神的力量 大家知道 复活节 犹太神 逾越节 它是融为一体的 标明神的存在 在我的眼睛里 其实标明神的 在人间的在现 因为在当时而言 埃及的国王 埃及人有着自己的信仰 他不相信 犹太人有力量 所以这里都包含着 重生的概念 而在这个影片中 他同时引用了 重生的概念 可是他认为 旧的信仰 以他父亲 影片里男主角 他的父亲的身份 牧师 旧的信仰 是没有机会的 是随着地球被毁灭 而毁灭 可是 在他心目中提出了一个概念 又相信这样的预言 相信 这个 复活节 神的复活 会给人带来希望 所以他无处着陆 却转在了 外形人身上 所以这是我觉得 影片里展现出来的另外一个价值观 就在今天 在如果被人们称为 真的是否有着佛家里说的末法末节 真的是否有着圣经启示录当中的世界末日的说法 那就显得非常特别 就是 玉兔和神在人间的再现 对人的拯救 我觉得是这个概念 神在人间的再现 对人的拯救 影片里有这个说法 只不过把这个神放在了外形人身上 我个人的理解 我个人的理解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真正的复活节那天 追溯到最原始上 跟犹太人有关 与犹太人的逾越节是同一天 而那一天 却是犹太人向强大的埃及人显示出自己信仰的力量 和神在埃及人面前显示出他真实的存在 那也就意味着 在未来 在今天 当人们再遇到灾难的时候 再遇到难的时候 再遇到麻烦的时候 神的再现 一定是针对现实的环境中 出现他的力量 圣经启示录 讲了世界末日 那在他的信仰中 复活节却是仅次于圣诞节在西方的信仰中 那是预示着人的未来 在我的眼睛里 预示着人的未来 想一想 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 那是公元前几千年的事情 无论是旧约到新约 他延续着是犹太人的故事 这个故事一直到了最后 圣经启示录当中提到的世界末日 这个最后也就落在了 复活节这一天所带来的隐喻 East Day East Day 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 弥撒亚 这就是在圣经当中提到的 未来拯救人的神 很多基督教 基督教徒和包括 可能部分天主教徒认为呢 弥撒亚就是基督耶稣 可是他最传统的 最历史的犹太人不认为 他们认为 这个神East 也就是弥撒亚 还没有出现 还没有出现 那在东方的信仰中 我们知道 释迦摩尼佛传出了佛教 而释迦摩尼佛在最后也提到了 未来佛 也就是弥勒 在他之后是弥勒传法 弥勒怎么传法 是在今天的佛教末法 末节时期出来传法 以至于在造成当年的释迦摩尼佛 让他的大弟子 大家耶 不要圆寂 又带着另外三个 他的弟子 要不圆寂 要留下来 一直留到 弥勒出世传法 那大家耶 后来就引顿到了 印度的基督山 等待着弥勒在世 出来传法 那这里要明白一点 那如果弥勒在世的话 那他一定跟当年的释迦摩尼佛一样 进入人间 去传他的法 那弥勒出来传法 一定跟释迦摩尼佛讲的法不一样 如果讲的一样 那就是一个佛 他讲的不一样 才是两个佛 但是释迦摩尼佛却认可未来佛出来传法 而且叮嘱他自己的弟子 却跟随着未来佛传法 那不就变成了佛家的传递 但佛家的传递的过程 却不是佛教 以及佛教所涵盖的各个门牌 他才能有一个未来佛的概念 那在中国 我们著名的一位姓季的学者 北大学者认为 佛家里说的弥勒 就是西方宗教信仰中的这个未来的神 他们是一个 那如果他们是一个的话 其实在我的眼睛里却应对了 在诺查丹玛斯的大预言当中 曾经提到过一个宇宙之王 那都是汉语翻译过来 我们来看了 这个宇宙之王呢 出生在东方 可是当他出生在东方之后 他曾经遭受了非常巨大的 无法辩解的物 迫使他流落他乡 当时他的预言中 我印象中是 当他一定会流落在法兰西 在法兰西辗转很长时间 但他最终会回到东方 这是当时我们看到 但是我们知道 诺查丹玛斯在他的大预言中 特别提到 如果在1999年发生一件事情的话 他有些地方就不准了 那在我们的眼睛里 会看到未来佛也好 那真正重新出来 代表着East 代表着神的复活 显示神的力量的话 我个人认为 他可能他真的出现在东方 真的离开了东方 去了西方 然后又回到东方 这是在我的眼睛里认为 这是在预言中 你是可以吻合到 在佛家的说法中 在这个西方的宗教信仰中 在诺查丹玛斯的这个信仰中 他的预言中 我觉得都可以应对到 另外一个应对的非常有趣的 包括诺查丹玛斯自己 也是犹太人 而圣经启示录是讲的犹太人的故事 而在今天东方 在中国深受其影响的 所谓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邪恶的势力 最残暴的共产主义的说法 来自于犹太人 马克思恩格斯 这是犹太人 包括现代的科学的所谓的说法 爱因斯坦 佛洛伊德 达尔文 这些近两百年 影响了人们思想 影响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一切 犹太人 而应对在中方 应对在东方 今天中国共产党 所倡导的理论 来自于犹太人 那其实不就跟犹太人 在贯穿着几千年的 人类历史当中的 他扮演的角色 吻合在一起了吗 也就是说 未来的神 未来的弥勒 还是弥撒亚 他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他出现在东方 出现在今天的中国 因为苏联 尽管是共产主义 曾经的说法 但不是东方 苏联解体之后 东欧解体之后 真正留下来的是中国 而应对着那East的说法 那动物的概念 如何去拯救 不是的 那如果应对在东方 那东方里 人跟动物能够连在一起的 这是唯有中国人所特有的 属性 所以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玉兔讲的是 那未来的 你假如说弥撒亚也好 弥勒也好 那很可能是跟 动物的属性 属兔的人 相关的 这是我个人的 纯粹是我个人的 说法 因为 从我个人有限的认识来讲 它是这么吻合在一起的 那也就是说 弥勒在人间 属兔的 那在现实的环境中 在 无论是诺查丹玛斯的 语言中 还是在 这个 还是在 佛家里说的 弥勒 传法的 说法中 还是在这个 诺查丹玛斯的 大语言中 还是在 圣经启示录中 都迎合在 这个问题上 可是那个电影里面 神秘代码当中 它承认一切 都是被安排的 但是在 它最后的 结论中 它是迷失的 它迷失在于 它既否定了 旧的宗教 不能拯救人 但它却不知道 未来在哪 可是它确认了 在宗教中的 这种 预言的说法 所以这是 在我个人 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 是非常清晰的标志 这其中 贯穿在其中的 就是犹太人 犹太人到了今天 如果今天 被人们称为 被我称为 是一种命运 和灵魂的一年的话 犹太人 却落在了 中国土地上 犹太人的 传递的东西 说法 却落在 中国的土地上 去应对着 未来的神 弥撒也好 弥勒 传世也好 去应对着这概念 因为 在中国 出现了 魔鬼式的 中国共产党 这个圈 画圆了 这个圈 画圆了 大家想想 如果 余夜节 跟 复活节 在原来的 太 在原来的 这个 犹太人身上 是一天的话 而那 余夜节 却应对着 神 照顾他的民族 犹太人 面对的是 埃及的 统治者的 残暴的统治 到了今天 不再次应对了 在今天的 中国社会 环境中 共产党 残暴的统治 完全灭绝 以无神论的概念 灭绝性的 否定 神的存在 这种 对立的存在 正好 对应了 一个 真正的 神的 也就是 弥勒 或者 弥撒亚的 初始 所以在我的认为当中 这个影片里 有着这么一个 深刻的内涵 而这深刻的内涵呢 在前 在当时 那两期节目中 我给 就是 给漏掉 觉得非常遗憾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认为 2016也好 2017也好 特别是2016 可能我们面对 现在看到的一切 发生的一切 真要重新反思 我们生命的永恒 认知灵魂的人 是真实的人 认知物质享受 以及认知自己思想观念的人 会随着我们的肉身的逝去 人必死无疑 而完全被消失了 而一个完全 如果你只认为自己完全被消失的话 你就无法面对 自己的灵魂中 或者说自己生命中的 一些自然现象的 和民间中的传说 说法 人讲的轮回转世 我们讲的缘分 我们现实生活中 每一个人都会做梦 而我们每一个人做梦 却无法跟别人分享 而我们做梦时 一定是人的肉身的一切 和我们思想的一切 以睡觉的方式停止 而出现的一种生命环境 而这样的生命环境 只有我们自己个人独享 却无法跟大家分享 而我们又真实存在 这不就说明我们灵魂的永恒吗 不也说明我们灵魂本身 却不会随着肉身 与观念的消失而消失吗 而反衬过来 当一个人没有对生命认知的话 不就变成了对自己生命的缺憾 对自己生命的不尊重 而且直接浪费掉 一个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 他应该拥有的价值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